126. 文匯報 《朗宗建眾籌圖書館》 2015年5月9日文化視野 A29周攀早前,四川南蔥朗宗古城千年古城 萬家書鄉大型閱讀項目正式啟動, 拼發起中國眾籌圖書館建設項目 《案眾籌的理念和原則建設一座世界唯一的新概念圖書館》, 讓圖書在讀者之間流動起來,傳播知識和精神 我們建設世界唯一的新概念圖書館 就是讓遊客在朗宗古城開啟閱讀之旅 把休閒與讀書緊密結合起來 朗宗市眾籌圖書館發起人宋海傳表示 據介紹,中國眾籌圖書館位於朗宗古城商賊紙街48號 建築面積五千平方米,分為圖書館主題休閒閱讀區 主題書店休閒閱讀區,書鄉主題休閒住宿區 和眾籌紀念品銷售區四個區域 目前,正在建設中的眾籌圖書館,計劃於本年底正式建成 項目負責人蔣繼勝,從事古建築已二十多年 對朗宗文化有深厚的感情 我希望這個眾籌圖書館能成為旅遊者和愛書者的一個好去處 尤其能夠給它們一片心靈的港灣和精神的家園 成為放鬆和休閒的好地方 蔣繼勝說,對於圖書館能否為園落帶來經濟利益 蔣繼勝認為現在從事的既是圖書館的建設 由是主題園落打造 眾籌圖書館的建設將體現在品味 概念、經營和效益四方面,主要是提升軟落的品味和當次 從而吸引更多遊客和市民 據了解,眾籌圖書館的管理主要以業主聘請專職管理人員和志願者服務為主 並通過互聯網技術,為每本眾籌圖書建立二維碼檔案 眾籌者可登陸圖書館微信公眾平台,了解所捐圖書的閱讀量 存放環境以及二次捐贈流向等信息 中國眾籌圖書館將根據單本眾籌數量、讀者網絡投票和專家專業評審等程序 每年評出最受讀者歡迎的十本圖書 中國眾籌圖書館眾籌目標為十萬本圖書,超出的部分經捐贈者同意 將分期分批捐贈於貧困山區學校及全國希望小學 參與眾籌者享有在朗中古城旅遊門票及在中國眾籌圖書館消費的優惠權利 具體細則另行通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鵬,實習記者柳亮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pod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宣 Anitailtrabrou?" 《香港文匯報》記者 fish为 cleaned :「明慣音學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